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与所游递》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大笨中的滴答趴,时间旅人的五茶会 二摩洛哥市级的迷宫挑战,迷路也风情万众 三北极熊的冰上日光玉,冷的刺激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大笨中的滴答趴,时间旅人的五茶会 各位时间旅行者,历史爱好者,以及对于滴答声无法抗拒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我们这场非凡的五茶会,大笨中的滴答趴,时间旅人的五茶会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个像指纹敦的石钟塔背后的故事 并且,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能学会听到它的心跳声,那著名的滴答声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 大笨中其实是指钟塔里面的大钟,而不是钟塔本身 这座钟塔,直到2012年以前,被称卫圣史蒂芬塔 S.T. Stevens Tower 后来为了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 正式更名为伊丽莎白塔,Elizabeth Tower 但是,大家还是习惯叫它大笨中 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顽固的老朋友 不管你怎么叫它改名,它还是耐得大家熟悉的老样子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场五茶会的主角,时间 时间是一个奇妙的概念 它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又是最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 大笨中,这个自1859年以来就在伦敦市中心不屑的暴食的巨人 见证了无数的历史时刻 它的滴答声,就像是时间的脚步声 提醒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 想象一下,如果大笨中能说话 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故事? 它可能会自豪地讲述它,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勇敢地站立不到 即使周围的城市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下燃烧 或者,它可能会轻声细语地回忆起那些在它的终生中相遇 相爱,告别的恋人们的故事 但是,不要以为大笨中只是一个严肃的老家伙 它也有它的幽默感 想想看,每当有人试图在新年到处识与它的终生同步 却总是被它那微妙的延迟弄得手忙脚乱 这不就是它的一种玩笑吗? 在这场午茶会上,我们不仅仅是来享受茶点和轻松地聊天 我们是来向时间致敬 向这个让我们的生活有序运行的无形力量致敬 大笨中,这个坚定不移的跟随时间脚步的老朋友 提醒我们即使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有些事情,比如滴答声,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当我们享受这场午茶会时 让我们抬头看看那个高耸的钟塔 聆听那个熟悉的滴答声 并且想一想,当下一次钟声响起时 我们将身处何方,又将迎接什么新的冒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摩洛哥市集的迷宫挑战 迷路也风情万种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旅行梦想家 以及对一国文化充满好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让人又爱又怕的地方 摩洛哥的市集 或者用当地的话说,那就是Sook 首先,让我们来设定一个场景 想象你走进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迷宫 这里有著五彩缤纷的香料山丘 闪闪发光的铜器 以及比你家里的沙发还要多的地毯 这不是梦 这是摩洛哥的市集 一个即使是当地人也可能迷路的地方 在这里,迷路不仅是常态 更是一种享受 你可能会在寻找一家推荐的小餐馆时 意外发现一个卖住手工皮革的小摊位 或者在寻找出口的时候 走进了一家卖住古董银器的店铺 每一次转弯都可能带来新的惊喜 但是,别以为这里只有购物的乐趣 摩洛哥市集的迷宫挑战 还包括了与当地商贩的一场智力与心理的较量 这里的商贩 他们的谈判技巧 比你在大学里学到的任何理论都要实用 他们会用各种手段 让你买下那个你绝对需要的手工地毯 即使你的公寓里已经铺满了地毯 而且,别忘了 这里的每一次交易都不仅仅是买卖 更是一场文化的交流 当你在讨价还价的时候 你其实也在学习当地的语言 风俗 甚至是幽默感 有时候 一场成功的交易后 你不仅得到了一件商品 还可能得到了一个喝茶聊天的邀请 当然 摩洛哥市集的迷宫挑战病 不是每个人都能愉快接受的 有些人可能会对那些 永不停歇的叫卖声 拥挤的小巷 以及那些 似乎从不直接指向出口的指示感到沮丧 但这正是摩洛哥市集的魅力所在 即使迷路 你也会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无数的美丽和故事 所以 下次当你踏入摩洛哥的市集 记得 迷路不是问题 是一种冒险 放慢脚步 享受那些意外的发现 和那些只有在迷失中 才能遇见的风情万重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 你会找到那个连当地人 都难以找到的完美纪念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北极熊的冰上日光玉冷得刺激 各位亲爱的冰冷好奇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那些穿着厚厚白毛大衣的北极巨星 北极熊 和他们在冰上享受的那种特殊的日光玉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 当我们说日光玉时 你可能会想象到一个懒洋洋的下午 阳光明媚 沙滩上躺满了晒太阳的人 但对于北极熊来说 这种情景可是大不相同 他们的日光玉 更像是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中躺在冰上 享受那稀薄的阳光和清新的冰冷空气 北极熊的这种冰上日光玉 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策略 他们的白色毛皮 不仅仅是用来伪装的 还能反射阳光 避免过热 是的 你莫听错 即使在北极 这些大家伙也得担心过热 他们的皮下脂肪层非常厚 这让他们能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保持温暖 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方法来散热 当北极熊躺在冰上时 他们其实是在利用冰的冷却效应来调节体温 这就像是你在炎热的夏日里 找到一块凉爽的大石头坐下来 感受那凉快的感觉 只不过对北极熊来说 这块大石头是一片浩瀚的冰原 而炎热的夏日则是北极圈的普通一天 这些毛茸茸的冰原居民 还有一个有趣的习惯 他们喜欢在雪中打滚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好玩 虽然我们可以想象 对于一只北极熊来说 这肯定是一种乐趣 而是一种清洁毛皮和保持绝缘性的方式 雪和冰的摩擦可以帮助他们 去除皮肤上的死皮细胞和寄生虫 保持毛皮的保暖效果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 一张北极熊躺在冰上的照片时 不要只是想到 他们是在冷的刺激 而是要想到 这是他们的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 这些北极的居民 不仅仅是在冰上晒太阳 他们是在享受一场精心策划的冷热交替Spa 最后 让我们给 这些冰原上的日光玉专家一些掌声 毕竟 不是每个生物 都能在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中 找到如此时尚且有效的方式 来放松和保持体温的 北极熊 你们真是太酷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次的午茶会 真是太精彩了 我们一起探索了大笨钟背后的故事 感受了摩洛哥市集的神秘魅力 还一起冷得刺激地享受了北极熊的冰上日光玉 这些故事让我们对世界更加充满好奇和敬畏 也让我们更加欣赏时间文化和自然的力量 在大笨钟的滴答趴中 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无限价值 它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石 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大笨钟的滴答声提醒我们 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因为时间的流逝无法逆转 同时 它也让我们感受到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有些事情是永恒不变的 摩洛哥市集的迷宫挑战 让我们体验了迷路的乐趣和发现的惊喜 在这里 我们学习到迷失并不可怕 而是一种冒险 放慢脚步 享受那些意外的发现 和那些只有在迷失中才能遇见的风情万重 这是一次文化的交流和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让我们更加了解世界的多样性 北极熊的冰上日光玉让我们惊叹于自然界的奇妙 和生物的适应能力 它们利用冰的冷却效应 调节体温 同时享受阳光和清新的冰冷空气 这些北极的居民 展示了它们在地球上最极端环境中的生存技巧 让我们深深敬佩它们的智慧和坚韧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这些故事和主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会如何看待 时间 文化和自然的力量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留下你们的问题和想法 让我们一起探索世界的奥秘 享受知识的美好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